男孩赤裸轻柔的躯干让继母第一次见面就心圆一满 他像稚嫩的小鸡仔柔软又充满任性 这部电影将恋情中占主动权的狩猎者从以往的男人变为女人 这部竞技恋电影在2023年被嘎那电影节棕榈奖提名 而一旦成熟女人的虚伪面纱被撕下或许比渣男更加可怕 安妮是巴黎的一名优秀律师 她因为受到性侵的女孩辩护打赢官司而名声大噪 她不但受到同行的尊敬同样也挽救了很多受侵犯的女孩 安妮和丈夫皮埃尔住在巴黎郊区的别墅 他们收养了一对亚洲双胞胎女孩过着幸福平稳的生活 这天皮埃尔接到电话 他和前妻的儿子西奥性格叛逆 这次又和学校老师发生了口角被暂时停学 现在西奥要来和他们一起生活 这是安妮和西奥第一次见面 西奥刚冲完枣 他赤裸的轻柔躯干恰好与父亲相反 他并没有向父亲口中形容的放浪不羁 反而表现了有些害羞 两个妹妹对新来的哥哥非常友好 西奥指责父亲领养两个女孩 只是为了弥补当年对西奥情感缺失带来的内疚 安妮安慰丈夫 或许我们两个在他眼中就是两个混蛋 但至少目前三个孩子相处不错也是件好事 西奥整日在家抽烟玩游戏 父子俩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常常几句话就开始诋毁对方 这天安妮一回家就看到地上一片狼藉 她以为家里被盗 这是西奥刚好回来 安妮让她去房间看看有丢了什么东西 当下午安妮洗衣服时 在西奥的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串钥匙 这是前几天家里失窃自己包里的钥匙 原来是西奥自编自演的这场盗窃闹剧 安妮并不打算将这件事告诉丈夫 作为交换 她提出希望西奥将这个家真正当作是自己家 而这也温暖了一直没有被父亲重视关爱过的西奥 西奥和安妮的关系缓和了很多 安妮的青春梦早已失去 而西奥却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代 她介于成人和少年之间 和孩子们她可以尽情玩乐 和安妮也同样可以畅所欲言 青春叛逆期似乎不是一种自我隔绝的烦恼 而是可以享受两个人生阶段的特权 安妮从不会像丈夫一样介意西奥抽烟 还同意西奥邀请任何朋友来家里做客 她喜欢西奥胳膊上的纹身 西奥认真的说也要帮她纹一个 他们虽从年龄上相差一代 但另一方面安妮和西奥却像是同一种人 一个是渴望长大渴求真爱的青少年 另一个是不肯像摔老低头的中年人 这天西奥带来一个女孩说是自己朋友 年轻的女孩紧致的皮肤和不屑的眼神 让安妮竟然生出几分极度 周末几个朋友来家里做客 无聊的交谈让人提不起兴趣 西奥拿出平衡车载着安妮溜出家门 西奥频频回头担心安妮坠下 安妮双手紧紧环抱着西奥 两人来到酒吧畅聊 安妮问起女孩已经有好几天没来 她还是你女朋友吗 西奥形容女朋友是妈妈的叫法 她有她的生活 我也有我的生活 你真的想说 我告诉你一些东西 我在拍摄 我听到妈妈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 我会很害怕 很晚安妮才醉醺醺的回家 丈夫埋怨她打电话也不接 朋友来做客女主人去去酒吧 安妮直言不会讨厌这样虚伪的聚会 比自己大很多的丈夫事业有成 虽说安妮有时会向孩子搬任性让她抓狂 但她同样也被安妮骨子里的这份叛逆着迷 皮埃尔收拾好行李第二天出差离开了巴黎 晚上安妮走进西奥的房间和她挤在一起看起手机里的动画片 不知不觉空气暧昧默默的调情成为赤烈的热吻 安妮像少女般回到青春期 事后安妮惴怒不安后悔不已 她严肃地说我们以后绝不能再这样 皮埃尔回家后并未发现妻子的异常 她抱怨两天的会议令她烦躁不安 安妮给西奥买一台电脑 这样她就没有借口再玩手机耽误学习 皮埃尔感谢妻子的贴心 白天西奥玩着新买的随身听完起一问一答的录音游戏 西奥问起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安妮说我害怕现在的一切消失 害怕自己随时会情不自禁地跌倒丢掉现在的所有 在遇险沉闷的生活里 西奥新鲜的灵魂搅动了安妮内心的波澜 在谎言与真相之间两人随着身体游走跨越禁忌的边缘 在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里 安妮无法控制自己追寻青涩身体的渴望 西奥看似成熟的灵魂里想要寻找可以依靠的地板 在水波欲加猛烈时似乎意味着一切都会一国安全界限直奔失控 这间两个女孩的生日party 西奥拉住安妮说出惹火情话 两人放纵了一颗镜被安妮的妹妹亲眼看法